之前我们介绍的线段的绘制全都是绘制一个不封闭的图形 那么当我们绘制一个封闭的图形会发生什么呢 对于这个例子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只要在最后绘制一条从这个点一直到这个点的线段就好了 下面我们来实验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代码 我们在指定路径这一部分 在最后加入一个新的Line2 这个Line2指向的位置和起始点的位置1350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运行一下这段程序 就可以看到我们绘制出了一个封闭的图形 但是细心的同学可能会发现在这个封闭的位置有一个小的瑕疵 这是因为我们指定的线段的宽度是10个像素 在最后封合的部分就流出了一个5个像素的空隙 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只有当我们指定的线段的宽度非常宽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 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像素的图形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实际上对于converse的绘制来说 如果我们想要用线段构成一个封闭的多边形 一个更加好的或者说是更加标准的方法 是把整个多边形的路径放在begin path和close path的中间 在这一头close path表示当前的路径要被封闭 同时也结束 begin path和close path成对的出现来绘制一个封闭的多边形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实验一下 我们在这段代码的起始加入一个begin path 同时在这段代码的最后再加入一个close path 那么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看看效果是怎么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这个箭头的图形是封闭的了 而且在封闭的结尾处 使用close path converse自动帮我们处理好了这个封闭的结果 不像刚才一样存在一个瑕疵 使用begin path和close path是使用converse绘图的时候 绘制一个封闭的多边形的一个标准的做法 希望大家以后在绘制封闭多边形的时候 都成对的使用begin path和close path 那么在使用close path以后 其实我们最后一个line tool是可以省略掉的 使用close path converse会自动帮我们从最后一个顶点连接到第一个顶点的 那么下面对于这个程序 我们删除掉了最后一个line tool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此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形依然是完整的封闭的 当我们绘制了一个封闭的多边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为这个封闭的多边形进行颜色的填充 具体的方法是首先我们需要指定一个状态 叫做feel style 那么这个状态通常是指定一个填充的颜色 比如说yellow 之后我们要调用一个新的绘制的函数 叫做feel对这个多边形进行填充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我们在这个程序的最后 添加上对feel style的定义 yellow同时调用一次contact.feel 我们可以看一下此时程序运行的效果 是这个样子 这个封闭的箭头图案被我们填充成了黄颜色 同时外边框是我们指定的蓝色 在这里细心的同学可能会发现 此时当我们有了填充色以后 这个外边框的线条 比起我们刚才绘制的没有填充色的时候 这个外边框的线条变得细了 这是因为我们指定的这个线条宽度是十个像素 而当我们使用填充色的时候 边框里内侧的五个像素的这个宽度的线条 被填充色所覆盖住了 那么对于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把feel的过程和stoke的过程调一下位置 也就是说我们先画一个填充的图案 之后再在这个填充的图案上描边 那么此时描边的这个十个像素的边就不会再被填充色所覆盖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真正的想要的效果 也就是大家需要记住 当我们需要绘制一个需要描边的填充图案的时候 应该先填充颜色再描边 对于这段代码还要说明一点 实质上feel style和stoke style都是对状态的定义 而feel和stoke是真正的绘图 由于converse是基于状态进行绘制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状态的定义全都放在一起 像这个样子 之后再把所有的绘制放在一起 那么这个程序是不影响最终的结果的 而且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程序更加清晰 那么首先我们定义了要绘制的图形的路径 之后我们定义了绘制这个图形所需要用的状态 线条的宽度是十个像素 填充色是yellow 描边的颜色是一种蓝色 之后我们进行两步的绘制 第一步做一次feel 第二步做一次stoke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这个程序运行出来的效果和刚才是一致的 那么有了这样的绘图的结构化的思想呢 我们就可以编制自己的绘制函数了 在这里呢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我编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绘制矩形的函数 我给它起名叫做drawRect 那么这个函数呢传进去了很多参数 其实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我需要传入绘图的上下弯环境 我简写成cxt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getContactRD拿到的这个绘图上下弯环境contact 之后是这个矩形的起点位置 也就是左上角的坐标X和Y 之后是这个矩形的宽和高 然后需要指定这个矩形的边框的宽度 Border with 之后指定这个矩形边框的颜色和里面的填充色 那么函数内部非常简单 首先使用begin path和close path 包裹上对这个矩形路径的一个绘制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路径是非常简单的 从左上角到右上角到右下角回到左下角 我没有写从左下角到左上角的那一条线 使用close path 这根线会自动被补上 之后设定状态 使用传来的参数定义了line with feel style和stroke style 最后调用一次feel进行填充 再调用一次stroke描外边框 那么在这个unload的函数中 我调用了一次draw direct 绘制了一个从100100开始 400宽 400高 边框的宽度是10个像素 蓝色的外边框 红色的填充色 这样一个正方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一个程序 它运行后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非常简单 我们就绘制出了一个矩形 那么看到这里聪明的同学已经可以想到自己已经可以使用现在学到的知识来建立自己的图形绘制库了 不仅能绘制矩形还能绘制五边形六边形甚至是更复杂的图形 比如俄罗斯方块中所有的方块的图形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不妨试试看 相信这些是下一步大家做出来绚丽的应用的一个基础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